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颜色挺好 太肥了 来 换一件 啊 这个 漏太多了 不行 我再去挑挑啊 好 珊珊啊 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衣服 下个月初就是 风塘集团的年会了 中上最风塘集团子公司之一 代表我有四个集参加 这次我志在必得最优雅女士 可是你不是一向对这样 不切实际的头衔 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是为了投资 你想啊 如果我拿得了最佳雅女士奖 大家能够注意到我身上的珠宝吗 这可是退交风上的绝佳机会 而且不用花一分钱去买平台的广告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多划算 颜色太重了 我再去挑挑 走 她不会走火入魔了吧 她不会走火入魔了吧 哥 生山还在里面呢 都准备了一下午了 不会吧 生山竟然花一下午的时间熟妆打扮呢 可不是嘛 你们都不知道吧 这一次我带生山去跳洋妆 她特别地认真 她不停地问我哪件衣服更好看 不停地问我怎么样可以把首饰给推销出去 不会是你把人家逼太紧了 为了还债 她走火入魔了吧 不了解她吧 不了解她吧 能让学生生走火入魔的 只有 没有 今天要不要竞争一下 最优雅的事 当然了 而且分成活绝营 这样我的礼服前就撞回来了 成交 来 洪洪 刘刘 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 我等你啊 等我啊 对啊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啊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 来 刘刘 现在颁发的是最优雅女士奖 得奖的是 薛珊珊 谢谢薛珊 谢谢啊 谢谢啊 薛琉琉 你很可以啊 两个月不见又帮着打款了 游丞浩 你终于出现了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赶紧把那一千万还给封家 一千万 花了 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 我游丞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 全头事业啊 要不是当时你去封腾那儿多嘴 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 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 难道负责人不是你 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 我告诉你 你卷走了公司一千万 你是违法的 一千万我会再赚回来 好 行啊石溜溜啊 这店规模不小呀 拿我爸那五百万开的吧 你要干什么 我发现我拿走风腾那一千万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我爸这五百万 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 游丞浩 把钱还给我 否则我就告你去 好啊 那我现在就报警 看警察先抓谁 报警 你个臭娘们儿你还想报警 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报警 报什么警你放开我 你谁闪开别管事 喂 刘刘 我在参加科学年会呢 刘刘 刘刘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怎么了 你打这么多电话 刘创浩找上门来了 什么 刘刘 刘刘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都是王红帮我挡架的 小案子 小案子 像有游丞浩这种人 往往都是豁出去要签不要命的 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 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 不要硬着来 好吧 好 那你们先休息 辛苦了 那你们走吧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游丞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 我已经有言情联系过律师了 这两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 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 不用 医生也说了 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 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 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 我想游丞浩一时办活 也出不了公安局 你们两个忙了一晚上年会 都累坏了吧 快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 对对对 风大哥你们就先回去吧 我真的好得很 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 还想找机会跟柳柳独处 看样子是真喜欢柳柳啊 那好吧 那你们早点休息 我们就先回去了 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 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就行吗 再说吧 行了 你们两个快回去吧 行 好好休息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坐下 你头发疼不疼啊 有一点 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 只是她看起来年纪太小 柳柳一直拿那个当挡箭牌 不过据我观察 这个王红啊 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 沈沈啊 从明天开始 你不要去上班了 为什么呀 出宝店本来就有风险 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 遇到坏人 你们两个怎么办 这次只是意外 我们得有保全系统的 你放心吧 如果遇到歹徒呢 大不了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总之不会起争执的 你们两个是女孩 如果他们要的不止是钱呢 风腾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不会发生这种事 您太没有安全意识了 我现在告诉您 那一千万不需要还了 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 你不用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 祝宝店不能 因为邮程昊这个意外 就就就就不继续下去了呀 祝宝店是因为一千万而开的 你听到我说了吗 你不需要去了 风腾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是珠宝旗舰店 不光只是为了赚钱 它还承载着刘刘的梦想 刘刘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 我不能因为邮程昊乱来 我就 就就把她一个人丢下了呀 是不是 就是说我不需要 你还那一千万 你还是要经营珠宝店 风腾的脸色这么臭 我能跟她说实话吗 好 那个 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 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 你可以想 但这是我的究竟 你感 Kay 让我愿意 好 谢谢 付先生 早餐已准备好了 好 谢谢 你还是要去上班什么 那个 昨天已经让王红和刘刘休息了 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 那店怎么办呀 冯腾 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 刘刘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 当时不要有店面 免得人人耳目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 修说不害怕是假的 但是想想 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 都要面对这些危险 那要像你们奉腾几百亿的集团 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 河里去地这样走来的吧 虽然你很强大 我只是一介弱女子 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 我都挺不过去的话 那我今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 遇到游程浩这样的意外 我就躲起来 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 还是从精神层面 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 对不对 游程浩的 你真的是越来越逐渐了 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 这些连吹带捧的话 哄你呢 虽然脸色不好 但是风疼也没有强硬地 阻止我去店里 应该算是过关了吧 哈哈 两位大哥 今天珠宝店不营业 你们不用这样吧 封先生交代 珠宝店二十四小时 必须有保安人员 balcon行 哈哈 魏串 三小时 统腾 忍腾 那个 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你说 连我都有提升保镖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 此地无言三买两了 你坚持要继续上班 我只能这么做 那你说珠宝店门口 一下占两个保镖 这样会不会太太吓人了 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 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 是由你来负责 许珊珊 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商量 你说犯错的人是邮城昊 为什么我得被二十四小时监督啊 这不是监督 这是保护 封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这邮城昊都被关押了 就这何必呢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 太好好了 以往咱们封家的女人都低调 也就是逛街聚会 聊天喝茶 身边都是熟人 可这一次呢 珊珊跟溜溜一起创业 两个女孩子 又是珠宝行业 怎么低调得起来 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 珊珊 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 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 我没有担惊受怕的 封玉 你要是来替封腾当说客了 就免了 无论如何我都要还那一千万 我也不可能现在就丢下 留留一个人辛苦经营呀 我知道你有骨气 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健康 你的安全 上一回你生病住院的时候 我哥人都急疯了 这一次那个王红脸上的伤 倒是在你的脸蛋上 我可不气死才怪呢 哎 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 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 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 温室里的花朵养白 做生意嘛 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 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 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 没有素质的客人 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 我就不做了 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 历数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在这儿挑鞭骨 风月 你放心 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 只是我眼前放不下 我总想着要还你一千万 以后你们就叫我一千万好了 如果保镖拿了风疼安心 那好吧 那有保镖就是了 我说啊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聚起来 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 风月 品荣 畏书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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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 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 我是在美国接着婚 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 所以没有邀请你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风疼的女朋友 薛珊珊小姐 嗨 你好 你好 风疼现在还好吗 很好 挺若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对 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 冒心 我们刚刚采访完 是我们的产品 听说风疼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 看来是真的 这个风疼珠宝呢 是杉杉跟她的唐姐一起经营的 哦 难怪 她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尖尾 你们有接触过吗 那就要看薛小姐 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咯 当然有啦 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 都是大市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 哦 好的 一定 一定 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 不过真的好想没有珠宝啊 风月 如果请王品若代言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说呀 说呀 什么时候风家饭桌上 可以玩手机了 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 他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 如果他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 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 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 珊珊 你可以的 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 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情侣有代言 你疯了 这疯得脸一板啊 连郑琪都不敢说话 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 好了 我知道了 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 依我看啊 你就不要去电米了 刘刘那边你也给他交代一下就好了 不行 不行 至少今年 今年还完钱之前 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风月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王品若呀 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 搞不好我能尽快地还钱 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 他是风腾的前女友啊 我知道 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 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 学晨珊 你真的假的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王品若呢 他可不是我 我之前喜欢风腾 是因为我一厢情愿 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 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 对吧 咱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 绝对不是凶倒无脑的 这躲都躲不起 你还把他往前面凑 我相信风腾 我哥听了这话 不知该哭呢 还是该笑啊 反正我是怪哭了 他肯定会笑的 今天周日 我跟我上班了 可以不 好 既然今天这么特别 想要干吗 我想外外家里 可以吗 正合我意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实 时尚杂志啊 要做专访 对对对 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琉琉 那下周三可以吗 我来安排一下 嗯 您把地址发给我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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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时尚杂志要在访流流 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 是啊 您好 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 王品若同意代言 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 做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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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 王品若已经答应 自我们封上珠宝的代言人了 她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我 但是她本人给我发了短信 小晨晨 你是泰天真 还是你想考验我 都不是啦 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来帮助封上珠宝 而且你不是说过 不要看你说了什么 要看你做了什么 现在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 而且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你 所以才敢这么做的 好像听你这么一说 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 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带来加成效果 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 让这件事澄清 要我接受采访 是啊 时尚杂志都已经规划好了 要给你银行品货做一篇专访 然后专门采集出一下 咱们珠宝每个星期的小故事 这不行吧 为什么不行 这些设计师都是你找的 当初自然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想法 他们才会答应 而且杂志媒体又不是电子媒体 你所说的到时候都会变成文字 你也不用担心 你会说得坑坑白白 你是不是 该去拿设计师的图了 我这就去 你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吧 带你去忙 珊珊 跟邮辰昊的那场恋爱 真的把我给谈怕了 起初我心里一直就想着还钱 也从来心里一直都在抱怨 我一直都在抱怨 你说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呀 虽然我是我妈领养来的孩子 但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吧 我当时利用邮辰昊来到上海 利用他摆脱我妈 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可是我还是上路了 后来又捅了个一千万的大娄子 这真不能怪别人 都怪我自作自首 现在我不抱怨了 因为有因因有果 所以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错误的路 走好我自己的每一步 重新开始我的新一条路 所以你以后别跟我再说什么 谈恋爱交男朋友的事了啊 要谈也得等你跟风腾开开心心结婚以后才行 好 刘刘 能够跟你一起创业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仔细想想 这段时间 可能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时候 就在我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前 能够有这种机会感觉很棒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想了 一起加油吧 加油吧 加油 刘刘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但是我就是不习惯他对除了我以外的身形人才 我说你呀 这是当老板当惯了 就喜欢所有人围着你屁股后面转 对你百分百投入 这是病毒 要治 有默契 你说珊珊吧 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对你又信任 虽然有些心思没放在你身上 那又怎么样呢 你看我们家立书 对所有人都特别大方 唯独对我 盯得紧紧的 偏偏他那个书店的事业 对他来说那简直是游刃有益 完全转移不了他的注意力 哎 电话都来了 喂宝贝 刚打完 当然跟你一起吃晚饭了 行晚上见啊 拜拜 哥们我先撤了 哎呦 我们这个月的利润 应该有两百万哦 所以下个月初我跟老婆决定 再还你一百万 这样的话我们就总共还了你四百五十万 真难得 你居然想留一百万在身边 没有绝对没有的 那个钱是要付给王品珠代言费的 现在就要找明像代言 价格不菲了吧 嗯 值吗 值得啊 当然值得了 王品珠的配合度很高 我们已经规划好 马上就要进摄影棚拍照了 而且下个月 他跟柳柳的专房也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至少有两家高档百货公司 知道王品珠要代言 主动邀请我们社会呢 不过王品珠拍广告 嗯 倒是有个希望 希望 嗯 嗯 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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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去谈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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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有吗 也好 刚好我们很久没见了 真的吗 那下星期五下午三点 我让琳达把形成板上 全身你要这么开心了 全身你要这么开心了 我为什么不开心啊 这个鸡汤不好喝 吃饱了 哎 我真的是来陪你喝泥汤呢 哎呀 你说怎么办呀 如果风疼不来的话 王品珠会归部派呀 这就受不了你啊 我还怕风口含了 他们俩旧情复燃呢 你的啊 一副无所为的样子 还好派了红柳来顶唱 这话说的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王品珠吗 我也不否认啊 新小姐 您有没有事情需要你过去确认一下 嗯 好 嗯 哎 风疼来了 哎 风疼来了 哎呀 风疼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现在是大老板咯 大明星 多谢你帮忙 哎呀 哎呀 好久不见 就算无常代言也是应该的啊 方疼 你来了 啊 啊 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啊 王小姐 我未婚夫绝对不会让你无常代言的 嗯 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 生意归生意 有交情 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啊 我未婚夫 我 我忘记跟你说了 嗯 嗯 我们快结婚了 对 她是我未婚妻 我以此要你实际 我以此要你实际 我以此要你 我能见证 封尚是由我未婚妻 还有她唐姐共同打理 我送她个插手 所以不能够介绍你们的访问 来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焦点 放在王小姐身上 抱歉 我失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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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有需要跟王屏若小姐拍照的话 请赶紧就位吧 王小姐等一下拍完可以隔五分钟吗 你说我们想用你佩戴风上珠宝的形象 给我们杂志做翻面可以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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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帮我请 好 各位周恩请吧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tabii 我现在也要不及了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现在就没人眼看了 这个问题 您还要不及了 我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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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想那些是 我真的找到了 我看我哥跟珊珊啊 真的是绝配 一个呢喜欢捉弄人 一个又傻不忽的 每次被捉弄完了 还在状况之外 神来一笔啊 让我的哥啊 真是乐得不行 你说能把工作 泰然自入地完成 还能让王虎洛把这个广告拍完 我看见只有珊珊了 换了我我可不行 其实磨练真的是可以让人成长 但是呢 我就担心珊珊的事业性被磨出来 我可希望我以后的大嫂啊 是可以全心全意照顾我哥的 我还不知道你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陪你喝咖啡 逛街的人 正好我今天也不用去书店 我陪你帮我吧 我的小心思怎么被你一腿就中了 我是谁啊小姐 走啊 你的小心思也太明显了吧 先是谈本 接下来就是约吃饭了 在看见你 让我想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回忆 回忆永远只是回忆 你说你这不是自找吗 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 有多少爱慕你的女孩啊 我曾经很自卑 也曾经气得牙痒痒 李叔的那次经验呢 真的是让我痛彻心扉 不过我想通了 像你这样的男人 就算是结婚了 身边情敌还会少吗 要避这避那的话 真的是什么工作都别做了 所以我决定 不必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还能说什么呢 学生 你可以啊 利用情敌来帮你赚钱 您是正面赢低得很劲儿 挺棒啊 我是有的时候这女人 真比男人还阴险啊 段唐 其实我对珠宝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知道你怕我一头栽进去 就疏忽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我越是拼命工作 我越觉得我我对事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张书好像也没自己啊 但是在别人面前 我是真的说不出口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事业 对于成为一个女强人 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能够认清自己 就由于承认 非常的值得表扬 你看眼下我也不能喊累 因为刘刘比我更累 而且喊力也没有用啊 这是我该做的工作 我要让我们薛家 在你们凤家面前抬得起头来 这是尊严的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告一段了之后 我不想成为什么企业的高居主管 也不想成为什么人物 我只想成为丰太太 可以吗 好的 丰太太 这才是我的好伤伤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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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你家琦一点点开这两个专柜 日月经就破六十万了 那如果再开这两个专柜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破百万了 可不好 今年定我就可以还签这一千万了 太好了 哈哈 说实话 这些都要感谢风腾 是她给了刘刘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想我也不能让风腾等太久吧 我已经等不及看风腾 看着我们还完那一千万的表情了 你说这活动照片都抛上去了 怎么从昨天到现在 粉丝才增加不到三万呢 你可能搞错方向的 你们的消费群体不见得热衷微博 是吗 我看风月月娥挂在微博上呀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珠宝品牌 加上一些小故事呀 偶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也不能吸引到很多粉丝 怎么了 薛珍珍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微博的腻生是怎么回事吗 打完老板好睡觉 完了完了 年代久远 我都不知道自己霓裳是这么写的 你之前不知好歹吗 我马上改 来不及了 你又干吗 我错了 好了好了 我们开始拍照了 好了 没有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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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珍姐 嗯 这个珠宝公司明明就是你跟琉琉 一起创办的 为什么你不想曝光 珠宝公司是琉琉的梦想 当初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 我对珠宝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到现在也是 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算算账 珠宝公司能有现在的成绩 又是琉琉一个人的痛苦 好 珠宝在这里 我倒是觉得 在这边 两个小镇女孩到上海来创业 这边 这边 这个议题蛮迷人的 好 好 好 再这样 继续往后一点 也对 是要有点故事 珠宝才会精彩 如果不提两个女孩的创业 那该怎么说呢 以负债开始创业 我真是太聪明了 竟然想到这样的议题 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 我想应该也会给那些 都上海努力打天的女孩子 一些鼓励吧 虽然小小的出卖了你们家 不过 我要感谢你 能够让我在报道中提到 欠你一千万 所以把你一生意 改成了 贝斯大人最伟大 你 你 你怎么没有偷看人家的微博 没了注销啊 KK也没了注销 那 这次我改的密枪 暴死大人 满意不 满不满意啊 不满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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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很清楚 那个时候 大家是怎么看我的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帮大款的 即使我工作再努力 我的能力再强 即使当时那个男朋友的分公司 一直都是靠我在撑着 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 我的确是一个利用爱情的女人 也因此欠下了一千万 是啊 我觉得 人在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 都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勇于承担 要么是推卸责任 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 这都是那个男人惹的货 跟我没关系 我觉得我还是不能逃避 要不是因为我 我家里也不会因此负债 再说了 我要是不把债还清的话 我也对不起一直支持我 相信我的风腾先生 这也是很难得的 在负债巨款的情况下 在一年之内开了十几家营业点 而且在北京开了分店 实在是了不起啊 其实这都是业绩 在这背后 怎么说呢 就像你们看到的 只是我在独当一面 其实在我内心当中 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 薛珊珊 虽然她看起来 比较单纯 比较随和 但在我心里 一直有一点是我很欣赏的 就是无论她遇到什么情况 再艰难再糟糕 她都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我心里 她就像一颗无瑕的钻石 坚毅 璀璨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有她的光芒 薛珊珊好像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在那儿 别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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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们看到的 是我在独当一面 看这么投入 看老金人啊 真正最坚强的 是我的红了 薛珊珊 真搞不清楚啊 你看这个蒋链 红了这么久还红呢 你自己说说这些特别没气氛呢 我不是想逗逗你吗 你看你这么伤感 这是好事啊 我没有伤感 我就是觉得 我一看到这个吧 就想起我当初也是靠着风月 给我的资金一路传过来的 我看到你留留书这些吧 我就 心里面 我感同身受 我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对 你当然幸运嘛 碰到我你最幸运了 对 因为有你 还因为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我怀孕了 我 我要当爸爸了 蒋链 我比你帅多了 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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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把我捡进去了 太丁脸了 你就那么不喜欢上电视啊 说穿了我只是管账的 以后公司是要完全交给溜溜的 重点是他们 你把我拍得那么胖那么胖 你都没有收拾 好丢人啊 看起来好呆啊 看起来好呆啊 我们家大风山终于有审美了 嗯 开队了 问你一件事 嗯 嗯 干嘛呀 你什么时候用我的福卡呀 我不摔 为什么不能是你亲自刷呢 你看 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 每次逛街买东西 都是我跟风月一起 你从来都没陪我买过东西 我抗议 那好啊 明天去帮我买一件衬衬 刷你的卡 那我们还清了 我们还清就ทak 大哥 大哥 最后一笔一百万已经汇入 一千万全数还清 就一年了 好的好的 你跟那个柳柳也要多保重啊 对了 三三 那个大伯母呢 最近得了重感冒 大过年呢 你跟柳柳说说 让她回来团圆团圆 好吧 好好好 那就这样啊 再见再见 刚刚三三来电话了 今天是新历年的跨年 三三说 他们俩把那一千万全都还清了 一千万还清了 是吧 一千万还清了 好 好 付付水 就把你俩放上去 今天有点累 想自己待会儿 琉琉 从今以后呢 你就开始步入一条 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道路了 你也是 但是呢 琉琉 如果在这条道路上 遇到是和自己同行的同伴 千万不要急着聚聚啊 给自己一个机会 加油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 瞬间 静静的 陪着你 等待那 一天 这份爱 太浓烈 附订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 是风中的作业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没关系 我听你丢得的好吗 没关系 我听你丢得的好吗 当我 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我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 你 我许下了诺言 这份爱没有期限 绝不会搁浅 让我亲吻你的脸 留下最美的瞬间 爱你 我约守在你的身边 有些情侣 一年只有这一天 过得像一句恋恋 而我们这一天 纪念你的语言 其余的每一天 我们都不要像情侣一样 我们都不要像情侣一样 我们不 Avant 我们不得了 守在你的身边 直到永远 让人烟饭的下重生 风车载烂洋洋转着 不尽长 辛苦了 天和心情都是暖色 一个人都唱着歌 希望你听着 我们叫胖珊就是里面 我 双唐 你又一起我吗 许深深 你竟然敢剥夺我谈的乐趣 我是刷你的卡买的 挑着我自己喜欢的款式 你想结婚 就想抱婚礼太累了 那还是交给光月来处理 我已经想好 要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了 护照办好了 你带我去旅行吧 好用时间好不好 打碎了完美的月光 碎了欣赏 我不起勇气 找出这诗句 我是一片脸 偶尔都因你过去 智智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等这一天 等了好久了 别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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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告诉我 灰姑娘不可能带着天下人的祝福 进入城堡 虽然 风风是个王子 但我不是灰姑娘 我只是一个 恰恰幸运遇上真爱的好姑娘 真爱是值得受祝福的 从此王子跟薛姑娘过着幸福 我回来了 不是告诉你回来之前告诉我一声 你一个女孩拿这么多猪吧 不危险 放心吧 是刘刘护送我回来的 我们俩正在为这批主角的戒指发愁呢 你说这宝石是有红色的还是有没红色的呢 红色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 但又怕太常见了 没红色的呢又怕太新潮 就是接触程度比较低 你眼光好 帮我选一个吧 你别动 嗯嗯 没红色的 你说的是没红色 对 这个 没红色 没红色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以后关于红色系的问题 不要问我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不色重 色弱 你真的有色弱吗 什么颜色 这什么颜色 这什么颜色 这什么颜色